感谢主席书的看顾带领 那我们今天下午要来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的一个概要 因为我们最近读经的进度已经进入到哥林多前书了 哥林多前书它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段落 那其中我想最有名的我们也最耳熟能详的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爱的真谛 那其实为什么这个是我们印象很深刻的 因为它里面描述的很多这种词句 是超出我们的一般的想法而能够阐述神真正的爱的 那每逢唱起爱的真谛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特别的温馨 或者是觉得很开心的感觉 那我还记得以前很常在婚礼的时候 听到爱的真谛的这个诗歌 那有很多种的版本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背景里面 来看爱的真谛的时候 我想保罗在讲这一段 他不是在讲夫妻 当然夫妻也可以用这个来去谈爱的真谛 他在谈的是神对人的爱 也是保罗身为一个传道人 对于这些弟兄姐妹的爱 那这里面应该比较多的成分是痛心 比较多的成分是有一点揪心 当保罗在讲这些的时候 我想他的心情不会是充满着幸福洋溢的 恐怕是不知道该怎么在面对当时的这些信徒的心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跟哥林多前书的这个背景或者内容 有很大的关联性 其实我们在解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背景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解出很美的一种意境 但有的时候那却并不一定是圣经原本要告诉你的方向 当然也不能说解错 我们刚刚讲在婚礼里面唱爱的真谛 其实也不能说错 只是好像在情境上面跟他原来的情境没有那么的吻合 不过在婚姻当中 有的时候就会像保罗对当时的教会的那一种切身之痛 就会像基督看待现今的教会 那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所以爱的真谛在婚礼里唱 其实虽然感觉不太搭调 但其实却是很符合婚姻里面常会遇见的一些情境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待圣经里面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想我们会有更深更深的体会 哥林多前书大概是保罗算是中期的这个经卷 他所写的经卷 保罗最早所写的经卷应该是铁撒罗因加前后书 那再来应该就是加太书 再来就是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在同一个时期写的 那如果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 保罗其实写给哥林多人 在哥林多前书之前还有一封书信 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会看见 只是那封书信没有留下来 那后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你在看的时候似乎也还有其他的书信 只是他并没有被收入在圣经里面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 其实存在着很特殊的情感 这个从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的那个背景就可以知道 我们在看到圣经的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时候 当保罗传在第二次的福音工作 被神特别的用异象来驱使他 从土耳其跨过了爱琴海 到了现在的欧洲的希腊半岛去 那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历程 跟保罗的预设是不一样的 神有他特殊的工作 所以在使徒行传17章 保罗虽然到了欧洲按照神的指引而行 可是他的福音工作很不顺利 他一直不停地被人家追杀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了第18章 使徒行传第18章的时候 他来到了这个希腊半岛最南端的城市 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以说再跑也没地方跑了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保罗曾经一度准备要离开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8章的第6节 使徒行传第18章第6节 他们既抗拒毁谤 保罗就抖着衣服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所以在这地方你看 当时在哥林多地区的这些犹太人 其实对于保罗所传的福音 那个抵抗的程度是很强烈的 因为从前面几个站一直累积下来的这些犹太人 都跑到了哥林多这里来跟保罗作对 所以保罗很生气 说我又不要传福音给你们了 我要往外邦人这里传 于是你就看到第7节以后 他开始向这些希腊人传 这个里面的像基利师部 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就会看见 其实他是很被保罗所认可的一个工人 那到了第9节这个地方 18章第9节 夜间神又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直观讲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所以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建立起来的一个概况 这个时候大约是西元的49年到50年的时候 保罗第二次的福音工作来到了哥林多 其实是非常不顺利的 而且神第二次用异象跟他讲 你不要怕直观讲 这里没有人会害你 因为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保罗大概在哥林多福音工作 做得很不顺利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都已经想要离开了 所以神才需要特别再用异象告诉他 你不要走 在这里待着吧 这个是保罗的福音工作 一个很违逆他自己本意的一段的历程 所以哥林多对他来讲 是很复杂的一个地区 而哥林多这个城市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城市 如果我们看到现今的地图 你会知道这个地方 哥林多这个地方在现代名字叫做柯林斯 它仍然是一个文化的大城 它在观光上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柯林斯地匣 它已经有挖出运河来 那在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 它是亚该亚省的首都 所以在当时来讲 哥林多是一个文明非常发达的城市 而如果你就它的文化面来了解的话 你可以去查考一下 当时的这些历史地理的背景 就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人 哥林多这个地区 它是一个文明昌盛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地方 因为在当时的希腊城邦 他们都有各自自己的所谓的信仰的主神 那在这个哥林多地区 他们所信的是艾弗洛蒂这个神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爱神 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 他有很多很多那种淫乱的事情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述里面 对淫乱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琢磨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环境背景就是这样 哥林多这个地方 对于这种性别的这种伦理 是很所谓的先进开放的 但是认真来说就是很违反道理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环境当中 你想一想保罗被神用异象启示 待在那里的一年半的福音工作 会不会做得很开心 恐怕不容易 特别之后我们再谈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就知道 保罗说 我其实是有资格有权柄 像其他的福音工人一样 靠着福音养生 但是我为了要有造就你们的权柄 我宁可放弃 你们都知道我是自己一边工作 养活自己 然后来向你们传福音的 对不对 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 可见保罗在一开始就已经意识到 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人不好搞 这个地方的人 虽然主耶稣叫我跟他们传福音 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讲 这一段的福音工作其实是很付出很大 但是很令他伤心的一个地方 保罗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之后 因着别人的这种这种攻击阻扰 所以他只好离开 那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18章18节 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有提到一对夫妻叫做百姬拉跟雅居拉 那这个后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也有再提到他们 这个从这里我们大概还可以知道 跟哥林多教会有关系的建立的过程在这里 那我们等一下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还有第16章的时候 我们又会读到一些这个历史背景 那个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 使徒行传19章 我们看一下19章的21节这里 使徒行传19章21节 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 打发提摩泰伊拉都两人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在亚西亚 这里告诉你 保罗第三次福音工作就是差不多五六年后 他在以福所那个地方 那他在那个地方处理完了以福所这里的事情之后 他定义往马其顿亚该亚去 也就是他第二次福音工作所走的那些地方 为什么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看20章 20章的第一节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 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 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 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 然后来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所以你要注意 在这个地方又提到 当以福所的事情处理好了 他真的按照他的计划往马其顿去 在马其顿那里走一走之后 他在那里劝勉门徒 可是接着又往希腊 所以也就是说 他往更南边的方向走 马其顿的更南边是哪里 就是亚该亚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提到亚该亚 他只有说 他在希腊那个地方住了三个月 他为什么要在那里住那么久 这个大概就是 哥林多前后书的背景 保罗在这个地方 可能两度前往哥林多去 处理他们的教会纷争 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 这样子去对照出来 所以简单来说 哥林多前书 他的著作地点 应该是在以福所 这个可以从 哥林多前书里面 所写到的人民 地名 还有事迹对照使徒行传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那个应该是在以福所写的 那哥林多后书呢 哥林多后书可能就是 保罗在这个希腊的时候 写的 那这个哥林多前书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之下 他写出来的东西 你会很感觉得到保罗的情绪 认真说来 哥林多前书 他除了是保罗很早的著作之外 他还有好几个特色 他大概是保罗在写到 有关教会论的系列里面 的第一封 哥林多前书之后呢 还有像在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的哥洛西书 菲利比书 跟这个以福所书 这个都是属于 教会论的系列 以福所书是最后的极大层 是最完美的状态 而哥林多前书是一开始 最混乱 针对当时问题所写的 所以他在写到 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谈事情谈得很仔细 他谈事情谈得很多 因为当时就是教会 发生了很多混乱的事情 让保罗说难提点 火气有点大 听到你们当中 怎么有这种事情 也太糟了吧 很生气啊 所以哥林多前书 大概是保罗 也是火气最大的一封书信 你看保罗的这么多书信 他每一封书信里面 或多或少都对教会 或者个人 有一些的批评 有一些的指导 但是你没有看到 像哥林多前后书 那种情绪这么强烈的 像在哥罗西书里面 保罗有讲到 你们当中有一些人 是十字架的仇敌 其实这个用词已经重了 可是你认真的看一看 哥罗西书 也没有很强烈 他仍然是用一个 比较温和的状态 但是哥林多前书 保罗从头骂到尾 为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因为保罗年轻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当时他对哥林多人的那种作为 真的有出于那种属灵的义愤 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他写到自己 其实我当这个使徒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吗 这样子对你们也不知道要硬 还是要软一点好 真的很为难 我到底要像父母一样对待你们 温柔的对待你们 还是要拿着权杖去揍你们 这保罗为什么要讲到这样子 因为在当时对他而言 他写前书的时候 应该是真的很气愤的 当然在这个气愤当中 其实他并没有失去理智 他并没有违背神的道理乱讲话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 这是我们要去关注去学习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哥林多前书 他里面也会含杂着很多当代的背景 而产生的特殊事情的判断 那并不见得是今天我们的教会 可以完完全全复制的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在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 我们在参考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你不能就是拿其中一节 就说你看这里这样写 我们就照着这样做 不行的 例如说拜偶像之物这件事情 保罗说 哎呀有知识的人 根本就知道那个就算不得什么 你可不可以拿这一节就说 所以拜偶像的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 不行的 他后面立刻就告诉你 我岂是说吃拜偶像的物没有关系吗 你必须要完整的去了解 保罗当时他用这个用词 他的那种原因 你才不会误解了保罗的意思 这个是我们在解读 保罗在处理这些 哥林多教会的事情的时候 应该要有的谨慎 如果没有这种谨慎 我们就很容易断章取义 就很容易片面的扭曲了真理 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 例如说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蒙头这件事情 蒙头这件事情 其实保罗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指示 我们来看一下 以后我们再面对这种所谓的地区性的文化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六节 有人说 到底要不要蒙头 甚至直到今天 在这些书教会的 中国大陆的某一些部分的教会 还有人在蒙头 其实这个在 如果我们去翻阅 我们这些书教会的一些真理决议 你就知道 这个是早期曾经决议过 其实已经不用蒙头了 可是有一派的人 他们却坚持的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这个地方说一定要蒙头 可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不需要呢 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六节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有关蒙头这种事情 那是你家的事 那是你们哥林多那个地方 才有的事情 我们神的教会 其他的地方 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 怎么判断 所以十四节 你们的本性 不也只是你们吗 所以要注意 有些东西 它是跟地区的文化很有关系的 要怎么判断 只要没有违反真理 那就按照你们的本性 那这个不是别的地方的教会 所有的事情 为什么要搞得 所有的教会都为这件事情而翻了呢 对不对 当时耶路撒冷教会 有没有要蒙头 没有人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犹太人就不蒙头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直到今天好了 在我们的真耶稣教会 在全世界 在各个地方 他自然会遇到不一样的文化冲突 遇到这些文化冲突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要顺服那个文化 还是推翻那个文化 看状况 按照本性 只要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之下 按照本性 所以很多的人也说 台湾的真耶稣教会 其实带着很多华人的文化 这个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注意 因为我们生存在 华人文化的世界里面 所以有这样子的现象是正常的 不过如果 他那里面的东西是违反真理的 我们就不可以做 但是如果他的东西 是没有违反真理的 那就按照我们大家的共识来做 这样子才不会产生问题 才不会好像 事事一样都死死反反的 例如说像伊斯兰教 他们的习惯就是要蒙头 所以你看 现在伊斯兰教的教徒 到哪里都要面对蒙头这件事情 跟当地的人的文化冲突 这个去年 法国还在为着 禁止还是不禁止 伊斯兰的女性 蒙头在公众场合出现 这件事情还在吵 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吵了很多年了 因为伊斯兰的信徒 他们对这种东西坚持得非常的深 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教义 所以才会有这么强的争议 就我们来讲有需要吗 以我们的信仰 按哥林多前书 保罗这里所讲的 按照你们的本性 不也只是你们这样子做吗 所以有人想要辩驳的话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宗教也没有 也就是说保罗说 这个是你们自己 要商量决定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件书教会 在早期面对蒙头的问题 在经过了几次的真理研究的过程之后 最后定案 可不可以蒙头 如果真的有人要蒙头也随便他 但是不规定要蒙头 不规定要蒙头 因为这个并不是所谓的得救的真理 并不需要那么的坚持 有的人要做就让他做吧 但是事实上是不需要的 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种态度 为什么要特别提蒙头这件事情 这个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典范 当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去知道有几类型的状况 面对这不同类型的状况 你要怎么处理 像蒙头这件事情 他几乎跟真理没有绝对直接的关系了 所以他用比较文化性的方式 比较适应性的方式去处理它 这个跟后面讲到的圣餐就不一样了 谈圣餐跟谈爱餐 保罗的态度是不同的 谈有关于淫乱的事情 保罗是很坚持的 谈到既有相的物的时候 保罗也是很坚持的 可是谈到这种蒙头的事情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这个没什么好争论的 可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 可能拿这个东西吵架吵到翻了 所以保罗才需要特别拿出来讲 这个就不是什么大事 你们不要为这种事情吵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面对到一些所谓的事情的规定的时候 不要小题大做 不要上纲上线 把无关真理的事情变成什么 变成教会分裂的原因 这个不行的 所以哥林多前书 他在一开始 他就很强烈的说 我们不可以把耶稣基督怎么样 做切割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我们简单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 或者分成五小段 这个我们看我们的版书上面就有写 简单 来这样讲 哥林多前书一共十六章 你怎么把它分三段 很简单 这个后面 这个从12到16章 12 13 14 15 16 这六章 他就是最后一段 他在谈的是 我们以后教会该怎么办 以后 但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谈问题的时候 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11节 这里他在谈很多的原则性的问题 他在谈什么叫做教会 对于教会的定义 那还有教会里面的人 应该要怎么样去区隔 教会可不可以把人切割出去 可以 但是教会可不可以被分裂 不可以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第一段里面保罗要去解释的 有一些人 他就不该留在教会里 把他赶出去 但是教会本身不可以分裂 这个有一点吊诡 但是其实是可以解释得清楚的 所以你只要记得 在六章11节之前是一个大段落 然后第12章之后是第三段 那中间就是六章的第12节 一直到11章的结束 这里面他谈了六件事情 就是当时他们所认真的去产生冲突的几件事情 你这样子简单的切割 你大概要对哥林多前书要了解 就会容易很多 在第一段里面 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第五节 保罗先论到什么叫做教会 这个教会 简单的把它浓缩 它的一个里面的成分 就是这是神的教会 再来 这是必须是属灵的 真正的教会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浓缩 叫做神的属灵的真教会 为什么要去这样谈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 第二节这里 保罗不是在讲好听话 他不是只是客气而已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的认同 我举个例子 今天我是传道人 我是正耶稣教会的传道人 所以我现在站在这里 可是请问一下各位 我以前认识你们吗 可能有一些人 在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 可是当时我不是传道人 对不对 我也只是教会的一份子 可是我今天站在这里 很多的角度说法 就会跟我小的时候 来到这里是不一样的 就会跟我到其他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什么 这里告诉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 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 蒙召作圣徒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 耶稣基督之名的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简单的来讲 我们今天要不是因为 共同的主耶稣基督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好怎样 你坏怎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因为我今天是蒙召作使徒的 你们是蒙召成圣徒的 我们都是蒙同一个神所召的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而我们大家都在怎样 都在求告耶稣的名 对不对 我们是神的教会 我们在求告耶稣的名 所以保罗这里说 你们是在基督里成圣 是圣徒 请问一下 你觉得哥林多教会的人 是不是圣徒 是也不是 是就是因为身份上 被耶稣分别为圣 当然是圣徒 可是你看言行举止 实在是让人很难批评下去 对不对 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配称为圣徒 这不是侮辱了圣徒这个说法吗 对不对 是 但是保罗在一开始先告诉他们 今天你们就是有圣徒的身份 所以以下我才要跟你们啰嗦那么多 如果今天你们是路上的人 我才不跟你们讲那么多 今天我们是盟主所招的 我们是怎样 我们是要对得起盟招的恩 所以后来在哥罗西书 跟这个以弗所书里面 他就这样劝勉我们 保罗说 我们行事为人 当与盟招的恩相称 我们被神选招 这真的是一个恩典 不是我们比人家好 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 讲到你们过去 你们有比人家好吗 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 我们以前跟外邦人都一样 我们也是可怒之子 悖逆之子 所以在教会论的基础上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好 我个人有什么恩赐才能而被选招 不是我比别人优秀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今天是因着恩典而蒙招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没什么好骄傲的 没什么好了不起的 所以保罗从这个起点开始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 保罗继续的夸赞他们 他说你看你们现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恩惠 很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好像意思就是说你们很棒 真的吗 如果你看后面你就知道 保罗这个根本不是在称赞他们 这是有点在讽刺他们 你们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是不是 我也希望你们真的很厉害 你们最好是很厉害 他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对称 保罗前面先讲 你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你看主耶稣给你那么多恩典 你好像也真的都比别人厉害 可是你们有没有办法 让自己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是无可责备的 这个才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一个目的 要让他们反省 神给你这么多恩典 你到时候站在神的面前 你有办法坦然无惧无可责备吗 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招的 我们跟耶稣基督是成为一个团契的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 接下来第十节开始 保罗就不客气了 开始开刀了 这个就把他画下去了 他说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劝你们 你们要说一样的话 不可以分打 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十一节 格来寺的人已经告诉我了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是这样认为 你们怎么可以说 我是属保罗 我是属亚波罗 我是属基法 我是属基督 基督是可以分开的吗 保罗有为你们定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我保罗的名受洗的吗 哇 问这几个问题很犀利 你知道吗 一刀就切下去了 搞不清楚状况 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你们凭什么可以分档 这个分档这个字 就是撕裂的意思 你们怎么可以搞这种分裂 怎么可以把它分开 就算有问题 也要彼此相合 这个相合 就是把它补满 把它补好的意思 再来 人家确实是有来跟我讲 你们中间有一些纷争 这个纷争 就是竞争的意思 你们开始互相的增进 不是一体的 你们是想要表现自己比别人好 所以后面保罗在圣参的道理之后就有讲 你们借着爱参 这样彼此 要把有经验的人显出来干什么 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能够对教会能够产生什么帮助吗 在这个地方 保罗说 其实我也知道 你们自己分成四派 对不对 我问你们 基督可以这样子分开吗 这个地方分开这个用词 就是切成一块一块的 你怎么可以把教会 把基督的身体 切成一块一块的 所以第一段里面 保罗他其实要谈的就是 教会可以这样切割吗 基督可以被分开吗 那他接下来就开始讲 其实我去到你们那里 其实我并没有制造你们的分裂 我只有为一点点的人施洗过 其他都是你们自己 互相的洗礼而产生的 再来 我这个传给你们的福音 也没有要显出谁是聪明的 谁是愚昧的 而且神的十字架的智慧 像那些愚左的人 才会显明 像你们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 恐怕就很难懂 保罗大概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第一章的26节 保罗回应他前面第一章第四节所讲的 前面第一章第四节说 你们恩赐才能很够 对不对 26节他说 弟兄们 你们蒙糟的时候 按着肉体的时候 有智慧的不多吧 有能力的也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是不是 这个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每次就想起来 像我自己的家庭 我们以前要信耶稣的时候 我的阿祖他们来信耶稣的时候 也是穷 也是快要灭绝的家庭 我们绝对没有比人家好 可是主耶稣爱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 到了我们这一代来了 其实我们愿意保守在神的爱中的时候 主耶稣都没有让我们难过 主耶稣都没有让我们辛苦 因为这就是神的恩典 所以认真来比 好像我们比别人好 其实没有 是因为耶稣的爱 所以在这地方 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对照 要让当时的这些哥林多人 觉得羞愧 所以29节说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的面前 一个也不能自夸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谈到 真耶稣教会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 骄傲的心态 那个就是有问题的 谈到我们归山教会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 这样子是很奇怪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骄傲 有什么资格自夸 我们都是怎么样 按着肉体 不是很有智慧 不是很有能力 也不是很尊贵 不是吗 在这世界上我们算什么 连保罗都说 自己就像渣子一样 这个世界所废弃的垃圾 我们当基督徒有的时候 我们被人家看成垃圾 也是难免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认知 还是我们自己自我催眠 自我安慰 我们最棒 我们最好 如果是这样 就会很麻烦了 就会产生像这个 哥林多教会 这样子纷争的现象 因为自以为是 人真的不能自以为是 再来保罗告诉他们 你们如果真的自称为 是一个属灵的人 那你们要能够按照圣灵 所指教的语言 来理解这个神的事情 你能不能理解神的事情 所以到了第二章结束的时候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 菲利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 告诉我们 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今天我们是不是 想事情的时候 是我 我觉得怎样 不行 是要想耶稣会怎么样 耶稣看到这件事情 耶稣对到这个人 耶稣看到我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要用这种基督的心 来过日子 用揣摩耶稣基督的心 成为我们生活追求的方向目标 而不是我觉得怎样 我高兴怎样 我很重要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为基督而活 我活着就要成为基督才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到了第二章结束的时候 保罗其实已经把这个教会的状态 做了一个很好的表达 所以到了第三章的第四节的时候 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 保罗很不客气的讲 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 怎么会有嫉妒跟纷争呢 这是那些属肉体的人 照着世人才有的样子吧 如果谁敢说我是属保罗的 说我是属保罗的 那你们就跟世界上人都一样 亚伯罗算什么 我保罗算什么 我们都只是仆人而已 我们是照着主示给我们个人的 来引导你们相信神而已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 不要把人高举过于真理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保罗的勉励当中 要去体会的 他要告诉我们 人真的算不得什么 不可以把教会做分裂 那接下来 第三章的第六节之后 进入第二段 保罗开始讲 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首先 在这个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 他就讲到 我们被建造在耶稣基督上面的时候 我们还要被考验的 你可能要被烧一烧 你知道吗 你以为进了耶稣就风平浪静 一生无死 哪那么好 一定要经过一些的熬炼的 那接下来三章的第十六节 这一段就很重要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就要毁坏那人 神的殿是圣的 这个殿就是你们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神的殿 谁敢毁坏我们 那你就完蛋了 神就要毁坏你 这个是很严重的咒诅 这个我们是指什么 是指教会 对不对 谁敢分裂教会 谁就 谁就会被神毁坏 这个不要自以为有聪明 这个地方再次提醒 不要自以为有聪明 我们要谦卑一点 第四节 保罗说连我自己 我都不敢去论断自己 或者是夸耀自己 他说 我们看四章的第六节 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至高至大 看重这个轻看那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想一想 我们面对教会里面的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恩典 是某某人吗 不是啊 绝对不是的 是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愿意忍受别人的侮辱 我们看一下四章的第十二节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我们就散劝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子 有没有 有没有很卑贱 对 传福音的人 常常就是要这样自我委屈 保罗他就是这样示范的 但是第十四节 他说我写这些话 不是叫你们羞愧 而是警戒你们 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在这里保罗说 我就像爸爸妈妈一样对你们知道吗 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你们的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你们希望我是带着行脏去那里 还是存着慈爱温柔的心 保罗到了第四章结束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们 你们自己选 你们再这样下去 我就跟你们不客气了 接下来就要讲很硬的话了 第五章开始 保罗说 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 比外邦人还可恶 那种情况 我之前已经写信过你们了 告诉你们不要跟淫乱的人相交 对不对 你们现在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不客气 五章的第五节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除名 这个除名的目的在哪里 除名的目的 是要把这个恶 还有这些恶人 从我们当中赶出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节 你们既是无效的面 应该把旧效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心团 因为我们预约节的羊羔 基督已经被杀了献祭 所以我们守这个节 不可以用旧效 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效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病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有那些旧的效 我们刚刚有讲哥林多他的背景 他有这种外邦的迷信 这种淫乱的风气 所以当地的人 也把这样子的味道 或者这样的氛围 带进了教会里面来 竟然容许淫乱的事情 所以保罗很不客气责备他们 把那些人赶出去 把那些人交给撒旦 对不对 你们不可以再让他们留在你们中间 所以第二节就讲 要把行这些事的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到了第13节 外人神会审判 你们应当把那恶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所以保罗很不客气 一再地讲 你们要把这种人赶出去 不要把这种犯罪的人 留在教会里 这会造成教会的发酵 这是不行的 在这个地方 他有讲到 接下来 五章的第十节这里 此话不是指责 世上一概行淫乱的 或者贪婪的 或者勒索的 或者拜偶像的 如果是讲世上的 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才有办法跟他们切割 对不对 这个是11节讲到 我写信给你们 讲的是那些 称为弟兄 却行淫乱 贪婪 拜偶像 辱骂 醉酒 勒索 这样的人就不要跟他相交 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 有没有中 今天我们教会里的人 你不要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的 我们就对他客气一点 外面的人 人家这样子就算了 那是人家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人这样 把他砍出去 这个是保罗很不客气的讲 我们进到第六章 第六章 他继续讲 你们不要互相欺负来欺负去的 告来告去的干什么 你们不能自己处理 是不是 注意我们看到第九节 六章九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做卵筒的 青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们要注意 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这样我们在这里干嘛 教会就是神的国度 如果不能承受 将来要赐给我们的 那一个属灵的神国 那这样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 是不是 所以这里告诉你 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国的 保罗讲得很硬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国 所以在第一个大段里面 前后两个小段 第一个是在讲教会 第二个在讲教会里的人 教会里的这些不义的人 把他赶出去 把他切割掉 但是教会本身是不可以分裂的 这个是第一个大段 再来六章十二节 开始 保罗讲了一个名句 六章十二节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他的挟制 好我们跳到第十章 很类似的一句话 十章的第十三节 十章二十三节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哪要求别人的益处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一下 可不可以做 这个就是按照规定 按照法律 可不可以的问题 按照法律可以 但是法律可以的事 都可以做吗 他说可不一定 第一个 你要考虑有没有益处 第二个 我们要考虑 会不会受到他挟制 第三个 我们要考虑 会不会造就人 这三个考虑 就是保罗在这中间 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会用到的原则 第一个 合不合法的问题 如果违反真理 不要谈 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就是错的 不是凡事都可行 谁说凡事都可行 违反真理的事情 就是不可行 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 接下来 有没有益处 对 没有违反 这个律法的时候 那 再来就要去 思考一下 这样做会不会 比较好 那样做会不会 比较轻松一点 那样做会不会 效果好一点 这个是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面 也要去想的 不是想说 我想要怎样 而是想对大家来讲 能不能造就人 会不会因此而被 挟制住啊 这个是需要去衡量 揣摩的 很多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的总会 颁布了很多的规矩下来 它都给教会 有很大的弹性 为什么 就是不要去 框架的太严重 除了得救的药道 我们是相同的 在治理教会的 这些事务上 通常教会 都有很大的权柄 为什么 要考量 这个有没有造就人 要考量 有没有受辖制 要考量 有没有益处啊 所以 接下来 保罗用了 肚腹跟食物 来对比 淫乱跟生质 这是两种层次 肚腹跟食物 这个都是物质 都会坏的 我们的肉体 吃东西 是为了肉体 而肉体也是 活着也是为了 要吃东西 这讲起来 好像蛮有道理的 可是 你的身体 却不是为淫乱而生的 而是为主而生的 不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用 所谓的需求来解释 今天很多的 世界上面的道理 为什么会越来越扭曲 就是什么东西 都用人的需求 作为考量啊 对不对 我就爱上了啊 就算是同性的也可以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以自己的度父为神嘛 这个就是以自己的欲望 做考量嘛 对不对 而不是以神的真理嘛 在圣经里面 后面在第七章 保罗就讲了 为免淫乱的缘故 男生必须要有自己的太太 女生必须要有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为了避免淫乱的缘故啊 但是你不能说 哎呀 我还是有那个欲望 所以我要去有很多个老婆 要有很多的先生 不可以 圣经就是规定 就是这样子嘛 你就只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理解 不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用自己的欲望 作为衡量的标准 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考量怎么样 让我们的需求被满足 但是如果违反真理呢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啊 保罗说 难道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 当作苍几的肢体吗 不可以 要逃避隐形啊 第十九节 六章十九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啊 接下来第七章 他讲到婚姻这件事情 婚姻这件事情 没有一定要结婚 但是为了避免淫乱的缘故 可以结婚 大部分都是需要结婚的 但是如果有特殊的恩赐 像保罗一样单身 那也是很好的 这个是在第七章里面 这个没有违反真理的情况之下 保罗说你们就守住 原来的身份吧 不要太勉强啊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做吧 到了第八章 那也讲到寄物 吃寄物这件事情 对啦 这个寄物没什么了不起啊 我们有知识人 大家都懂啊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食物 吃也不 吃和不吃啊 对我们都没有影响啊 对不对 是吗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就会引用 第八章第八节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好像说 这个拜偶像的东西 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啦 乱讲 保罗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保罗说 所以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 所以要考量什么 要考量别人的良心啊 你不要让人家产生误会 对我们都知道 那个拜偶像的误没什么了不起 如果真的不小心吃到 我们不知道吃到了 就求主耶稣怜悯就好了 他不会真的对我们怎样的 可是如果我们怀疑 我们担心 那我们就要为着别人的良心的缘故 而拒绝不吃啊 我们跳到第十章 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第十四节 我所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 你们要审查我的话 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 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记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 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记 是记鬼不是记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 我们可以惹主的愤恨吗 我们比他还有力量吗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吃 不可以啦 不可以吃既有像的物啊 所以保罗到了这个第十章的二十八节 二十三节以后他就讲 那我们不能只求自己的益处 要求别人的益处 为着良心的缘故 如果这个我们 人家已经跟我们讲 那是败过的 你就为着别人的良心缘故 不要吃哦 那所以到了我们来读十章的三十一节 十章三十一节 这个算是这一段的一个中心 他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 我把这句话 定做中间这一段的一个主题 你要慎重你的行为 为着什么 为着进入神的荣耀里 在这里说 为荣耀神而行 其实这是不好的翻译 他应该翻译做 进入神的荣耀 你今天 所有的行为啊 你都要考量 将来被神审判的时候 你说不说得过去 谨慎自己的行为 是为了要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去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 后面保罗就去讲了 那个要求大家的益处啊 不要让教会里的人跌倒啊 对不对 像蒙头这件事情 哎呀 那个宗教会没有这样的规矩 你们自己看着办啊 可是一讲到 那个聚会吃圣餐的事 保罗就讲了 说你们是怎样 是在藐视教会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 十一章的二十二节 你们要吃喝 难道没有家 还要藐视神的教会 叫那没有的羞愧吗 保罗 有的时候凶 有的时候好像又没什么 又没什么 又不太在乎 这就看他的背景内容是什么 跟真理有关的 保罗就很凶 跟真理有关的 保罗就觉得 没关系啊 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所以二十三节以后 讲到圣餐的时候 就讲得很严重 难道你们要跟世人一同定罪吗 这个我们每次在讲 圣餐里的时候都会讲到 对不对 讲这一段的时候 就是提醒我们 圣餐就是让我们 反省自己的时候 圣餐不要随便乱来 要按礼领受 免得到时候被神审判 那从第十二章之后 保罗去谈未来 好了 那前面已经该骂都骂完了 保罗开始讲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教会 用什么来比喻呢 很有名的比喻 十二章十二节之后 就如生子只有一个 却有许多的肢体 肢体虽然多 人是一个神子 基督也是如此啊 我们教会就像一个身体 基督的身体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 不管你是什么人啊 你都是从圣灵受洗 而受圣灵的浇灌 我们就是同一个身体里面的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可以排斥 身体里面的其他的肢体啊 肢体本来就有不同的功能啊 要互相尊重啊 肢体里面难免有强有弱啊 反而越弱的 你要越加倍给他体面 然后呢 到了第二十五节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比肢体彼此相顾 二十六节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我们就是基督的肢体 是各自做肢体的 这就是保罗在讲到的教会 讲到这之后 保罗开始讲 我告诉你们 有一个更大的恩赐 最妙的道理 我只是给你们听 就是爱的真谛 为什么说他是更大的恩赐 怎么说他是最大的 最妙的道理 哥林多人就是因为 没有爱的观念 才会有前面那些事情嘛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 爱是什么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仁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的 对啊 如果我老婆这么爱我就好了 对不对 我做什么她都爱我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这样爱你老婆 基督是这样爱我们的 使徒是这样爱我们的 那我们有没有回应这样的爱 你有没有不喜欢不义 你有没有忍耐 你有没有对别人恩赐 你有没有对别人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你会不会常常做害羞的事情 你会不会求自己的益处 你是不是会喜欢去计算人家的恶 是不是 那你愿意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吗 这个才叫做爱啊 不是要别人这样爱我啊 是我得这样爱人啊 当你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 那你就不会做前面那些事情啊 所以第十四章之后 保罗说 你们如果能够追求爱的话 就要追求属灵的恩赐啊 那其中 最要羡慕的是先知讲道 哥林多前述十四章比较特别 他其实谈到了这个先知讲道 方言讲道 对比这个灵眼的祷告 跟悟性的祷告 简单来说 他的最后要告诉你 三十九节 所以我的弟兄们 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暗示去行 简单来说 教会最重要就是造就信徒 所以呢 做什么事情都要为着造就而做 所以呢 方言可以造就个人 先知讲道可以造就众人 所以都要有 不可以禁止 都应该要切勿 要按照秩序而行 所以不要用这种 所谓的属灵感动 来互相霸凌 当时他们就是有这个现象 我有圣灵感动 我要讲话 你要给我讲 圣灵感动我怎样 你确定那是圣灵的感动吗 保罗他只是没有讲的 这么的直白而已 你看三十二节就知道了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的 所以如果你说神的灵感动你 结果你在制造教会混乱 你就知道 你那个不是出自于神的灵的 那个一定是 魔鬼在帮你的 你知道吗 你就麻烦大了 你被魔鬼利用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要动不动 就要破坏秩序 我们大家可以商量的 很多事情按照秩序而行 我们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 我们大家商量完之后 就去修改没关系 不为反正你都可以修改 可是如果你破坏教会的秩序 那你这个灵是哪里来 就很有问题了 再来十五章 保罗讲到了未来的奥秘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守这个福音 很简单 我们看第一十五章第十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示我的恩 不是突然的 简单来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为什么要守道理 被人家看成垃圾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将来 能够在基督里面 死里复活 对不对 能够享受那个永远的荣耀 所以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从第二十节之后 他就在谈 将来的荣耀 末日的号筒响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样怎样 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对照 那个贴长文家前书第四章 还有启示录 其实这个对起来都是一样的 将来的永远的荣耀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方向目标 那到了第十六章 保罗后面交代他们 有一些事情你们要做 这个就第十六章就可以去对到 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二十章 你就可以对得出来这个时间点 简单的来说 保罗最后用一句话来这样勉励他们 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的十三节 十六章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 你们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行 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结论 凭爱心而行 但是要在真道上面站定立场 要坚持要刚强 但是又要有爱心 很困难 但是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神的真理跟怜悯当中 来取得那个两个病例 并且稳定的支持这样的一个力量 神是既公义又怜悯的神 神是施恩典 却从来不以这个有罪的为无罪的 所以你不可能叫神放弃公义 而神也绝对不会放弃他的慈爱 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 真教会的信徒也要这样学习 保罗用公义的话语 来表达他的爱 在爱当中讲公义的话语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彼此相待 所以传道人在教会里面 有的时候也许会让人家觉得 怎么那么强势 但是我们就是在公义的事情上面 得要坚持 但是在很多人和人的互动当中 我们当然要展现那个慈爱 因为神是这样爱我们的 当我们能够去体会 神的公义跟慈爱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可以去伸张神的真理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 教会一定会越来越好 愿神带领帮助我们 在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之后 我们都能够成为承受神果的人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 仰望神的国度的来到 我们已经取得资格在这里等了 但是我们要努力 努力将来可以在末日号筒 吹响的时候成为被神迎接的幸福 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08首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